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寄书 妈妈在外面喊着说 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 吃了吗 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 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 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 嘴上全是黑墨水 结果吃错了 他旁边一碗红糖水 他没喝 把那个墨水给喝了 但是他浑然不绝 可甜了 最后这人是谁呢 就是陈旺道 他当时在浙江义乌的家里 就是写这本书 于是由此就说了一句话 就说是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家的陈旺道